我国近年来在武器装备上虽然出现紧喷态势 各种驱逐舰、护卫舰、坦克 甚至是第五代隐身战机都下脚子般建造 但唯独没有制造类似美国阿帕奇重型武装直升机 要知道即便是隐身轰炸机轰-20都有研制的消息 难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难度超过了轰-20、歼-20这类隐身战机吗 为何我国连隐身战机歼-20都可以制造 却无法制造阿帕奇这种美国30年前便开始装备的武装直升机呢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我是小强哥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叫AH-64武装直升机 是美国波音公司在1975年研制 并于1986年服役的一款性能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所以先进 是由于采用了四叶片主旋翼 并且采用串联式布局 可以提高前后飞行员的视野相互不遮挡 采用此设计的国产武之时武装直升机 直到21世纪头10年才服役 更为重要的是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一款重型武装直升机 动力系统为两台通用T700型涡轴航空发动机 最大平飞速度365公里每小时 作战半径480公里 转场航程1900千米 使用声线6400米 由于其强劲的动力和强大的载荷 阿帕奇可以加装较为厚重的装甲 机体能够承受12.7毫米弹药的攻击 甚至还能有效抵挡23毫米弹药的攻击 即便是其悬翼也可以承受约12.7毫米穿甲弹 和23毫米高爆弹的攻击 即便是油箱 减速齿轮等要害部位遭受致命打击 只要在悬翼不受损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继续飞行约30分钟的时间 为飞行员脱离危险区域 或者寻找良好迫降地形 提供了有力条件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因为其强大的载荷能力 故而拥有强大的装备系统 阿帕奇机身两侧各有一个向外延伸的短翼 每个短翼拥有两个外挂点 可挂载19连装的70毫米口径海蛇怪70火箭发射器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空对空导弹 甚至是重型钻地炸弹 机头驾驶室下方 还布置了一门M230 30毫米单管链炮 该机炮每分钟1000发 载弹量1200发左右 可装载穿甲弹 高爆弹等多种弹药 可对一些轻型装甲目标实施有效的毁伤 比如轻型装甲车 轻型坦克 步兵战车等 阿帕奇虽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服役的武装直升机 但其航电系统即便是放在今天 依然不过时 它整机集成了夜视系统 光学系统 红外瞄准系统 可以捕捉清晰的目标图像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能力和打击精度 而且可以全天候作战 不分昼夜 甚至它的最新改进型为AH-64D唐弓阿帕奇 悬翼顶部加装了米波雷达 并且对整机的传感器 动力 武器系统进行了大幅度改进升级 是目前最先进 综合性能最强的重型武装直升机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由于其优异的性能 不但美国陆海空三军装备了至少1000多架 还出口到英国 日本 韩国 沙特 荷兰等国 受到世界的认可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最出彩的战绩是海湾战争 以损失一架的代价 摧毁了伊拉克陆军约3700辆坦克 战损比高达惊人的1比3700 虽然其中有伊拉克丧失制空权 信息中断的前提 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优异性能是不容置疑的 奇怪的是 性能如此优异的武装直升机 我国却没有相同的级别 那为何我国能够制造歼20等五代隐身战机 却造不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难道阿帕奇比隐身飞机还难造 实际上并非是我国造不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而是我国与美国的装备需求不同 武器装备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比大小 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设计研发生产的 也就是说武器装备是服务于国家战略 是符合国家需求和国防要求的产物 实事求是的说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在武装直升机领域的发展还有所欠缺 在延的武职时 中型武装直升机才刚刚起步 并且受到发动机动力不足的困扰 几经改进 直到2010年才服役 也就是说 我国在本世纪头10年 才搞定中型武装直升机 而且还是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 可以说我国在专用武装直升机领域的基础 还不牢固 故而在21世纪头10年 并没有发展重型武装直升机 也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 从目前看 我国的战略需求 对重型武装直升机这一款装备并不迫切 重型武装直升机 主要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空对地打击 但这一前提 必须是己方夺取了绝对的制空权 而且随着现代武器的发展 有许多武器可以替代 重型武装直升机的作用 比如远程火箭炮 巡航导弹 对地弹道导弹 尖机轰炸机 对地攻击机 重型战机 武装对地无人机等 重型武装直升机的作用没那么明显 而且类似阿帕奇这样的重型武装直升机 虽然相对于轻型和中型武装直升机 在火力防护力载荷上有优势 也并不是十分明显 我国拥有轻型5-19 中型5-10两款专用武装直升机 在配合上述多型对地打击武器 足以完成既定的军事战略任务 故而发展重型武装直升机 并不迫切 如今 我国走完了轻型5-19 中型5-10的发展道路 还完成了大型通用直升机 直8F 直8宽体机 通用10吨级 直20的研制 在航空动力上 也获得了突破 更是研制出了 歼20 歼35两款第五代隐身战机 可以说 当前我国研制 类似阿帕奇这样的重型武装直升机 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困难 只是取决于需不需要而已 当然 我们如今能够如此自信 离不开多年的埋头苦干 毕竟国防工业是买不来的 印度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而且我国也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 比如与以色列 俄罗斯 合作研发的预警机 被美国阻挠 国产航空动力 舰艇动力 被国外卡脖子等等 总之 我们看待和研发一款武器 要符合国情 紧跟国家和国际发展方向 不能盲目崇拜 妄自菲薄 只有脚踏实地 修炼内功才是硬道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